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松下问童子 严师才要去 这个松是松树 我在松树下面问这个小孩 小孩回答我说 师父才要去了 那你想 诗人是不是问了小孩什么问题啊 你的师父去哪了 对不对 正好这个小孩 严就是说 回答 回答他说 我的师父才要去了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就在这座山当中 但是呢 云雾缭绕 我还不知道它到底具体在山中的哪个位置 好了 我们把四句诗的意思连起来 完整的来看一下 高大挺拔的老松树下 我满怀希望的询问学童 他告诉我 师父出门采药去了 就在这山里 可是山中云雾缭绕 不清楚他老人家究竟在哪儿呀 好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通过这首诗的意思 先来看一下 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 他们所处的情景是什么样的 有松树 对吧 老松树 有什么呢 还有山 他们可能就住在山脚下 而且山上呢 云雾缭绕 同学们可以在头脑之中 想象一下这幅美丽的景象 有老松树 有大山 山脚下有一处房子 在山上呢 云雾缭绕 是不是很美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么美的一首问答诗 我问学童 学童又回答我嘛 这称为问答诗 是谁来写的呢 就是唐朝的一位诗人 贾岛 他的字啊 浪仙 早年出家为僧 就是说 他早年呢 小时候是一位和尚出家了 做了和尚 号无本 字号结识山人 就是说他在洛阳的时候啊 曾经因为寺庙里面有一个规定 什么规定呢 禁止和尚午后外出 就这下午的时候 和尚们都不能下山了 不能出去 诗人贾岛对于这个命令啊 不是很赞同 于是呢 他就写了一首诗 来抒发心中的不满 发发牢骚 很巧的是 他的这首诗啊 被当时的大诗人大才子 韩玉听到了 韩玉听到这首诗以后就说 做这首诗的这个人啊 非常的有才华 于是韩玉就找到了贾岛 后来呢 贾岛就跟着韩玉学习了 并且还参加了科举考试 可是遗憾的是 他每次考试啊都没有考上 那你看 在唐文宗的时候受排挤 受排挤了以后就 被扁官做了长江的主部 那唐武宗的时候啊 让他给他这个提官了 升官了 让他去做私户 但是呢 他还没有上任 就因病去世了 这个贾岛啊 到山中去 拜访一位赢者 什么叫赢者呢 赢者啊就是 在当时远离世俗 不参与政治 隐居在乡村当中 或者是山林当中 而同时又非常富有才华的人 被当时被称为赢者 而这首诗呢 写的就是 深夹岛到山中 去拜访这样一位赢者 而没有能够见到他 而做的这首诗 而赢者不祥和人 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后人猜测啊 是长孙霞 这是我们后人猜测的 这首诗呢 创作的时间也没有考证 我们来看一下 这首诗的一些词语的解释 寻寻访 寻找拜访 隐者 好了 这里具体的介绍了 就是说 隐居在山林中的人 古代呢 指不肯做官 就是不参与政治 而隐居在山野之间的人 一般指的是 贤士 贤士就是 极其富有才华的人 不遇 没有遇到 没有见到 童子 没有成年的人 其实就是小孩 但他在这儿 他说 我的师父 去采药去了 那说明 这个小孩 是什么呀 学童 是指 这位赢者的 学生 弟子 好 处 是 行踪 所在 不知道他的行踪 来看一下 松下问童子 颜舍采药去 我站在高大的松树下 问 这个问 询问 询问 这个学童 学童怎么样呢 言 就是回答 回答我 我的师父 采药去了 好了 这句诗的奥秘呢 就在于 用了问答题 刚才林林老师呢 在前面也简单的提到了 这个问答题 顾名思义 就是有问 有答 虽然 这个前两句诗 看上去 好像诗人 只问了一个问题 你师父去哪里了 学童就回答了 我师父采药去 但大家想一下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当诗人 遇到这个学童的时候 第一句话 可能问的就是 你师父去哪了吗 他肯定会问 你好 你是谁呀 你认识谁吗 你知道他在哪吗 他去哪里了呢 肯定是有很多的 问题和回答 才能够揭晓 我们的这个题目 寻影者不遇 那从他们的问题 和学童的回答 也就揭晓了 我们这个题目 寻影者不遇 通过小孩的这个回答 我知道了 今天我寻找这位影视 不可能遇到了 没有遇到 我们看一下 只在此山中 就在这座山当中 大家想一下 当你去找一个人的时候 旁边人告诉你 他就在这里 是不是很高兴 很有希望 对满怀希望 他就在这里 让诗人仿佛看到了 一丝希望 就在这座山当中 但是呢 云深不知处 这个云深啊 就是指山上的云雾 很厚重 也通过云雾呢 来抒发了作者的 思想感情 云雾很深 云雾缭绕 什么也看不清楚 你想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一种很失落 啊 枉然若失 无可奈何的心情 好了 这首古诗 《寻音者不遇》 就讲到这儿了 我们下节课 再见吧 我们下节课